怎麼變瘦的 怎麼飲食控制的 兼丟妹 依依不藏私依依介紹 好不好 你那時候算是直播界最胖的嗎 變形 對 後來是有一些比如說酸民會攻擊 說 雖然真的本身不漂亮啦 可是這樣講話其實有一點小小的受傷 我說好 拎娘的 花一個月時間 我瘦給你們看 我瘦給你們看 早餐很簡單好不好 一杯無糖的咖啡 加上我們的水煮蛋 已經煮好了 就兩顆 就是今天丟妹一整天的早餐 午餐呢就可能麻煩一點 就穿燙 看你們喜歡吃什麼青菜都可以 你們就隨便丟 空心菜啊 你們喜歡的菜類都ok 全部丟進去 其實很簡單 那個量怎麼做 量喔 看你開心 你們可以選擇自己的主食 比如說三種青菜 你們可以選擇像那種即食的雞胸肉 或者是 就是這種這種 澱粉類也可以 就是地瓜 就是留在中餐吃 白飯麵包 麵類都不行 精緻澱粉都不ok 其實已經好了 那雞胸肉可以換雞腿肉嗎 不行 你會胖死 因為有雞皮啦 它不能去皮喔 欸不要啦 最好是不要 雞胸啦 雞胸比較好 因為是瘦肉 真的吃不飽 你們可以再加個地瓜 可是基本上你這盤綠色的那個草有沒有 吃完 這草你如果補了你也夠啊 那你們可以加一點橄欖油 只能加橄欖油嗎 一點點就好了 不要太多 加一點鹽巴調味也可以 就辛香料啦 辛香料是可以的 那不能怎麼醬 怎麼就不行 醬最好是不要 如果你真的受不了 你可以加和風醬 就當生菜的概念 就這樣 中午吃完 下午時間太漫長 你們可以搭配個水果 好 冰箱沒水果 讚 然後晚餐的話 我也是 可能我就會讓他們不同搭配 可能雞胸肉吃膩了 所以我們就吃換個鮭魚 就吃個這樣把它剖一半 我會一分為二 下去 不放油煎 因為鮭魚就有鮭魚油了 所以就這樣子 就可能會配這樣 晚餐 這就是一天的食物 你們這樣吃一個月會變漂亮喔 我早餐可以吃 兩個飯糰 三角的 不是喔 大 傳統那一種 還有一個麵線糊大碗 我可以吃很多 然後早餐可能會點一個 鮪魚蛋餅吃啦 蛋餅啦 樂狗啦 雞塊啦 尖餃啦 玉米蛋餅 我就全部大雜燴 然後一杯大冰奶這樣 就慢慢的自己去 就這一套 可是我覺得真的有用 因為我把這一套食譜 有跟客人說過 他沒有吃 他沒有瘦2公斤 杜鞭 拜託你 跟著吃 我期待你瘦20公斤喔 我還沒吃 他沒有吃 我還沒吃 他沒有吃 他沒有吃 我沒有吃 那麼不吃 你還沒吃